过去航空再传飞案事故 台北飞往金门的G1-235班机 上午起飞后不久 擦上南港经贸园区附近的环东大道高架桥 坠毁基隆河 飞机坠河后 部分脱困的民众站在河里 以着断裂的机身等待救援 这架班机载有5名机组员 53名乘客 其中包括31名大陆游客 其余22名台湾民众中 10位是金门人 截至下午3点 已经巡获28人 现场死亡3人 令送医25人 其中10人到院前已无生命迹象 我们台籍的旅客里头 22位里头因为有7位是 这个临时现场买票 我们只有掌握到他们的这个ID身份证 所以这方面的联系上比较困难 道路游客分属两团 从厦门来台参加6天午夜行程 原定今天踏上回程 没想到遇上客机坠河意外 海机会表示已通知大陆海协会 道路国台办回应和海协会启动应急机制 了解最新情况 台北市和新北市的警销人员 第一时间救出超过20人 分别送往附近8间医院 后续搜救均紧销投入近千人 不过飞机机头栽入隔离 机体扭曲不断下沉 导致作业困难 坠河的复兴航班机型为ATR-72600型 和去年澎湖空难的失事飞机同款 7个月内发生两起坠机事故 国内外各界高度关注 复航高层为此鞠躬致歉 ATR-72600的机型 那这个机灵到目前还不到一年 而且在上个月26号才完成 这个定期的一个检修 那在这边呢 这个我们再一次的道歉 万分的道歉 那复兴航空呢 会尽一切的努力 协助旅客商者还有家属 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 在下午4点左右 顺利取出两句黑壳嘴 飞品晚间进行解读 厘清事故的真正原因 张社综合报导